中文字幕 李宗盛 江西非物质文化遗产 纪实片 干风 莲花血压 为南宋末年 莲花名厨刘德林所创 至今已800余年 其碎压 爆炒 加料 焖烧 淋鞋等工序看似简单 却极富技术含量 莲花血压鲜嫩香辣 味美色浓 为江西省十大干菜之一 中文字幕 李宗盛 《非诚勿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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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水 虎勿扰 甘哩 生者蚁 aged 在中国人的食谱中 有很多菜药不仅创造了舌尖上的传奇 而且在唇厚鲜美的味觉当中 还积淀下了极为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莲花血压虽然看似普通 然而它却是一个颇具地域特色的传统美食符号 地处香干边陲的莲花县 是五百里井冈怀抱的地方 这里种山带绿 茂林修竹 良好的生态环境 为人们孕育了丰富的健康食材 这里民风古朴 人文锦绣 独特的地域文化 成就了莲花血压 这朵民间烹调技术的奇葩 莲花县制上有过这样的记载 莲花血压始于南宋末年 数百年来 莲花血压一直为县民所写食 血压制的历史的晕运很长 它最早呢 它跟血石有关 什么叫血石呢 血石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呢 它是一个祭祀仪式 那么延续到民间呢 就有道血祭菜 有道血石菜 就成为了地方的风俗 莲花现在的口语呢 还有这个字 就是血石 血石菜 其实就是祭祀菜 在莲花地方上 我们老百姓讲的 所有血石菜 不外乎就是血压 莲花血压 具有悠久的历史 承载着八百多年的民俗文化 我们知道 烹饪鸭子时 通常都是不放压血的 莲花血压 为何一反常规 而将压血作为佐料呢 这还得从古代的 一则传奇故事说起 据史料记载 南宋末年 丞相文天祥 吉师秦王 各路英雄豪杰 聚会莲花一纲领 共商新国大业 正当准备纪帅齐 饮血酒时 因一时找不到鸡 遂以压血代之 当时火头军里 有一个叫刘德林的厨师 当得知文丞相亲自前来 紧张中将没喝完的血酒 当作辣酱 倒进了烧鸭子的锅中 可谁知炒出来的鸭子 比往常更鲜美 文丞相一尝便赞不绝口 问道 此为何菜 刘德林一想达到 就叫血压吧 从此 莲花血压 这道名菜便传扬开来 想不到一次不经意的错乱 竟然成就了一道美味的菜肴 并且在以后数百年的流传中 遇满天下 而这一传就是八百年 到了清代 在溥仪老师朱一帆的利剑下 莲花血压便从民间佳肴 变为宫廷美食 光绪和仙童两类房地的老师 朱一帆 是莲花人 传说 有一年 慈禧 他那个吃宫廷的菜 吃力了 这个时候 朱一帆就给他推荐了 一道莲花自己的菜 莲花血压 他吃了以后 大为赞赏 就叫他的厨师 进宫廷 做这个御厨 从此以后 这个莲花血压 就在京城传开了 关于朱一帆推荐莲花血压一说 莲西朱家族谱上是这样记载的 朱发首 当地名厨 曾为清末帝师朱一帆家厨 在京时多次为谱仪献意 其拿手名菜莲花血压 令地称赞不已 地赐光阳一百五十枚 由此可知 朱发首在进宫前 就已是莲花血压烹饪高手了 为殷商七行之一 主业即为训养家禽家畜 因此莲花人有养鸭的历史 自然也就有了吃鸭的习俗 在莲花每年农历的七八月间 乡间祭祀节日繁多 莲花血压 便是这些时令节日中 莲花人最爱的一道美食 民间歌谣这样唱道 七月七 毛鸡毛鸭杀一批 莲花血压的烹饪 共有选料 丝毛 剁碎 爆炒 加料 酒焖 以及淋血等七道工序 首先是选料 超制血压多半选重一斤半左右的 当地嫩活麻鸭 老表们习惯称其为鸭仔或公仔鸭 这些是鸭仔的鸭仔 这种鸭仔一般只饲养五十来天 便可出栏了 当地就流传着这样的谚语 一期唧唧叫 二期扯长腰 三期来公背 四期出麻毛 五期分公母 六期背好酒 七期割横刀 只不过这时选的都是公仔鸭 母鸭是要留着下蛋的 鸭子买来后便可宰杀丝毛了 鸭子宰杀时 要给鸭灌点冬酒 这样就可轻松丝毛 丝毛时 先要全身腻着毛根 抹一遍冷水 然后用胎水把鸭子全身烫上一遍 再试着拔几根毛看看 若轻松拔出 则说明已烫好 不用再烫 拿来从头到脚 把毛拔光 带毛拔干净后 即可剖腹清洗内脏 然后将鸭子剁碎成小块 这难免让人好奇 大多炒制鸭子 要么是整只 要么是大块 很少有像莲花血鸭这样 剁成一公分剑方碎块的 这种碎鸭的做法好在哪里 妙在哪里呢 为什麽棉花跟鸭子的 跟鸭子的一切都给鸭子的 搬一样 因为棉花跟鸭子的 就多得不洗啥了 第一个是为了来口 棉花跟鸭子的 就洗完了 好不容易就搅了 提完了是为了来口 如果搬到不洗了 棉花跟鸭子的 就不需要鸭子 那就把它松开 本来的话 就是害怕的 奥多学都给鸭子的 也用吧 就手又手又不到局面 棉花血鸭烹饪前 得先备好佐料 入鲜红辣椒四两 大蒜头一个 生姜二前 以及茶油三两 酱油五前 味精五分 米酒一两 精盐八分 炒制棉花血鸭 看似仅爆炒 酒闷两道简单厨艺 但没有一定的经验和记忆 是很难炒制出鲜嫩香辣 味美色浓的正宗风味的 炒制棉花 面包 面包这里要用面包 松整个压成茶油 在红辣窝里面 烧成 切成的 然后加生姜 松子 煸炒 炒里头要火了 烟尿很火 温火 然后就 加点红辣椒 煸炒一下 来加血 我本年还饿了 也本年还洗了 要让我们有勾 跟我的时候 回来都要害爸爸的 跟我的时候 能放盐 五斤 煤三到四分钟 淋血是莲花血压烹饪的 最后一道工序 也是最为关键的一道工序 淋血讲究的是 用时短 动作快 血不凝固 其次便是 它的火候和时段 那么 什么时候淋血最好呢 把血压烧冰锅 锅关键而且 不是锅 锅 锅就是锅 锅呢 然后锅里 这个程度 这锅到哪里 就是锅 就是锅 分锅 煮得锅 锅 油 有了 温度太高了 锅烧死了 锅关键中间 它的锅要锅 要想炒制正品正宗的莲花血压 除了通常的用料和技艺外 最重要的是要选用 铲子莲花山里的清亮亮的山茶油 红通通的山辣椒 和晶莹莹的山泉水 否则透不出香 入不了味 无怪乎在莲花当地品尝莲花血压 其味道就是不一样 我叫阿德里 之所以山中没有基础 需要提前水泡三个方面 一 山 在水泡之前用一个水泡压 切得以后来就成一个浆腹 那个同学才能去过 空着去胸口看 其后 味 叫做提前的鲜辣 我应该给新鲜清教 可以给哈里给美 所以整个阿德里有比较大 哈里我应该给血 又比较鲜 所以整个工具就是比较鲜辣 零 就是我这阿德里了 因为我一个 液晶 绑到液晶 把两个 给你啊 和马 来源于我们的水泡 以后呢 这个阿德里有比较的 相当相当高等 一年就没错过 吃起来的味道好一点 极具江南风味的莲花血压 是江西有名的特色菜 是晚清宫廷皇家菜谱之一 也是莲花唯一上了国宴的美味佳肴 上世纪五十年代 莲花血压第四代传承人李桂发 奉命前往庐山 为毛泽东及中央领导同志 炒制莲花血压 时隔五十年 李桂发徒弟李国华 于2004年全国农运会期间 又带上宰鸭前往宜春 为在那里视察工作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烧制血压 受到了满堂赞许 也就是从那时起 李国华多次受命为中央领导烹饪血压 并在多届烹饪大赛中献议 使这道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干西名菜 在更大范围里掀起了舌尖上的美味风潮 中九年十五年 有净休训绩 要打天后多年回来 找郭州民居内 郭州民居内 冬天就找到我 大天后到我 我问去 路上回应 就要给你操学 结果妈今天就搞了开 搞了严重的事 结果 由于严历的关系 搞手机还牵涉到了 可以 结果就是活着 特别活着 就是能给你 从南宋时期 文丞相史长血压 到清朝末年 帝师朱一番宫廷历见血压 再到现如今 中央领导多次称赞血压 足以说明 莲花血压 在这八百多年的 朝代更迭 风云变幻中 始终定格在 国宴菜谱上 未曾褪色 无怪乎莲花血压 这道既具皇家品质 又具地方风味的 干西名菜 在2012年 被成功推选为 江西省十大干菜 莲花不仅是血压之城 也是莲花之乡 每当夏季来临 莲花盛开 四面八方的游客 便纷纷前来莲花 赏莲花品血压 真所谓 途经莲花不长压 简直让人笑掉牙 如今 莲花血压店 如雨后春笙般 遍及大江南北 更有方便网购的 真空包装莲花血压 莲花血压 根植莲花 香飘世界 莲花血压 莲花血压 阿弥陀